剛剛的那個程式碼部分 你們可以參考那個雲端 所以如果要練習兩欄 分兩欄的話我這邊有提到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兩欄的重點 基本上我是 第一個是用if邏輯 這邊有一個用mode mode的話是球魚樹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我把它放大一下 所以以後的話我想到的方法就是 如果你要兩欄 乾脆用mode2就兩欄 然後等於1就是放左邊 等於0就是放右邊 所以差異就是說 你先知道左邊右邊 然後另外的話 如果等於0的時候 整除的時候 那它等於什麼 k等於k加10 就換到下一個 換到下一個 那另外還有就是說 放左邊跟右邊 差別就是labs的後面 要不要加上 你要這個向右擠藍的這個敘述 其他好像都一樣 沒什麼差別 所以兩欄是這樣 那三欄的話一樣嘛 就是mode3就可以了 那等於1等於2等於0 等於0其實就是用ls敘述就可以了 差別是說 就是原來的位置 然後呢 如果第二個的話就是加 我是加3欄 所以加上3欄 然後再加上6欄 OK那 一樣4欄就是反正就再向右去移動 最後記得如果整除的那一個就是把它向下一個 k等於k加10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做出很多個圖表 然後可以放在同一個工作表裡面 就有點類似像那個dashboard的概念 所以以後的話 你假設你有很多圖要顯示不同的狀態的話 那其實就可以如法炮製 他就會自動幫你把圖全部都畫在同一張工作表裡面 那另外還有一個重點 如果你是跨工作表 記得就是說 資料 尤其是這個sauce的後面這邊 記得 set這個sauce data 這個地方記得要加上哪一個工作表 你可以用數量 你可以用名稱 另外前面這個sauce冒號等於 其實如果只有一個參數這個是可以刪掉的 這個不加也沒關係 那個叫參數名稱等於後面的值 ok那你就給這一個 那這樣ok了 所以其實這樣的方式 就可以左邊放資料 右邊放繪製的圖 那除此之外 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放不同的圖 我們現在都畫折線圖嘛 那我可不可以畫直條圖 或者是圓形圖 或者是泡泡圖 K線圖等等的一堆圖 當然可以啊 你可以在變動什麼 後面這個 因為這個332 跟這個XL line markers 這個其實 就是那個什麼 圖形的樣式 所以未來 你也可以變動一下 比如說這兩個參數 你當你如果不知道哪個圖 你用那個錄製劇集也可以 直線圖 你一錄 然後直接抓一個直線圖 你就可以知道它的參數是什麼 你可以去變動它 ok 甚至有彈性的看 第一個是折線圖 第二個直條 第三個圓形圖 等等 你也可以再用不同的圖形去做變化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那也就是說這樣的方式 你就可以讓那個VBA自動幫你繪圖 所以如果一連串下來的話 甚至可以一次就執行 比如說自動去下載資料 然後把你要的資料下載完之後 自動幫你把圖繪製出來 甚至你可以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然後甚至可以配合什麼 配合那個application裡面有一個on type方法 on type方法就是時間到自己重新抓一次 然後自己去show 甚至如果你有個螢幕的話 一個monitor 大的monitor 有點像戰情室一樣 隨時可以監控什麼樣的數字 隨時 顯示出來 甚至你可以做邏輯判斷 當什麼樣規則產生的時候 你可以再把那個需要的圖給 秀出來就好了 那其他不需要的秀的 你這個我覺得蠻有彈性的 所以主要是怎麼去抓資料 怎麼去秀資料 然後視覺化結果出來 其實大家看得很清楚 我想這個其實可以變出很多的花樣 因為這個 這個商業利用價值還蠻高的 甚至背後可以做出很多的商業模式 OK 所以衍生性其實還蠻大 那請各位就是再去了解一下 那因為網路的世界其實還蠻複雜的 因為太多東西了 包含像我們剛剛已經有用CSV的資料 然後也有用HTML 像我們那個網頁就HTML HTML就相對複雜 因為它背後傳遞參數的方式 它有Post 那也有可能用GET GET的是參數看得到的 主要這兩個啦 應該沒有第三個了 那主要是跟那個server怎麼溝通的一個方式 所以 server溝通的方式 反正你大概知道一下 然後理論上 抓到我們需要的那個Table 應該就OK了 當然我特別強調說 Create Table其實它 就是主要抓Table啦 所以它的限制 就是說如果 你要的資料 你得到的那個它的標籤 並不是放在Table裡面 那就不適用 OK 所以你們要先確定一下 那個資料是不是放Table 如果不是 那你可能要放棄了 你不能用Create Table 這個是它先天的宿命 如果是Table啦 不過理論上好像放Table 放Table 把它資料 在這個相對是比較簡單的 那底下 我發現了 原來我在雲端上面 我這邊點Refresh 我沒有加那個 其實後面其實應該可以加個參數啦 預設是等於1啦 等於True 就是說它背後執行 是OK的 那把它改為0就好了 或者改為False啦 這樣的話 應該就不會有那個 像之前同學 資料還沒抓完 然後要切割 就沒辦法切的問題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道題 所以請各位 待會幫我開啟 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四個單元 那這裡的話 當然 還是一樣 因為它這個是證交所的資料 不過理論上 因為現在我發現證交所的人 也是 或者是說各網站的那個 應該也會有個安全的部門吧 就是有關Security 他們也會知道說 目前 到底能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 所以他們其實也隨時在監控說 有沒有人在 在抓資料 甚至我發現他們是不是也會看一些網路影片教學 因為像我如果這樣教 他們就會知道說 你看老師都這樣教 然後大家也都會 而且看了大家都照著做的話 那可能會造成他們那個server的loading很重 所以他們也要想一個方法 就是 好 你們都知道 那我就換個方法讓你們不知道 那你們變一下 那你就變成沒辦法抓到資料 所以 我之前本來是想要抓什麼 抓這兩個資料 就是說 其實 本來是抓這個 每日 其實這每個都可以抓 然後後來發現他有變動 那我們就換一下 比如說這個 你們可以試試看 每日交易行情 然後 想要每日成交量 甚至有同學 想要輸入個股 自動秀出 那個個股的 那個他的號碼 然後呢 自動把這個個股 當天的成交資訊 顯示出來的話 那這邊其實都可以提供訊息 那我這邊 主要是針對 你們可以 就是證交所裡面的交易資訊 假設啦 我們要抓這個 每日成交 前20名證券 那你把它點擊進來之後的話 一樣喔 上面其實會有查詢 那哪一天嘛 那如果按下查詢的話 你會發現 它一樣會有變動 那這個變動資料 我希望 把這個底下的這個 這個應該是Table啦 所以你按右鍵檢查一下 理論上這個如果是Table 那我們就知道 哦 那可以用QueryTable 如果不行的話呢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個Table 那確定是Table 他的ID 他的class 所以其實以後可以按照 用ID去抓 或者用那個class去抓 OK 然後底下的話一樣嘛 他這個是TR TR是第一列 上面TH就是他欄位 然後呢 這個可以收折 你可以看這個是他的T Thead 然後Tbody在這裡 這個就資料 各位可以看到TR裡面TD嘛 然後TD裡面的資料 其實就是他裡面的資料 我們要把它抓回來 編號 然後他的那個什麼 代號 然後他的名稱 等等的這邊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這些資料抓回來的話 那一樣的問題 第一個他上面參數看不到 不過各位可以看到 上方其實是有一個什麼 列印HTML 你可以點擊開來 然後呢 他這邊其實就等於是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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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實際上的表格啦 你也可以抓這個資料 但是我印象中以前 之前好像沒多久之前 他這邊會顯示參數 所以你直接用GET就可以抓的到了 但是你會發現現在他等於都不讓你看到了 等於是把它改成Post啦 所以我們要抓的話 我先DEMO一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抓兩個資料 第一個的話 是抓什麼呢 成交量前20名的證券下載 那當然我會希望說 我現在寫一支程式 直接按下這個按鈕 自動就可以幫我把那個前20名 前20名就是Ctrl向下 20 那你可以看到了 這個資料的話 他就幫我把它Download下來了 OK 那Download下來的方式的話 當然你們可以先看一下 這個裡面到底怎麼抓 一樣啦 他會有一個Post動作 所以我們按右鍵 一樣可以檢查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動作跟剛剛之前那個範例是類似的 所以第一個 它元素我必須把它切到網路 切到網路之後的話 按下查詢 它會有變動 變動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它會帶一些資料 欸有沒有 它的 這個 相關的Payload裡面就會顯示出 它的參數 那我們一樣可以帶這個參數 就可以把資料給抓回來了 另外的話呢 各位也可以順便查看一下 檢視原始碼 其實原始碼就是這一串 甚至其實你會發現 前面這個 這個 等於是 冒號 如果你用原始碼 好像就變等號 而且有end 所以甚至可以直接拿這個 貼到 那個什麼 那個Posttest 底下就OK 另外的話 建議各位 你還可以再看一下預覽 OK 那 預覽的話你會發現 欸 這個地方得到的是什麼東西呢 它給你的 原來是一個Json 有沒有 它這邊有一個Json 所以它給你的是一個Json檔 所以 如果假設你要抓這個資料的話 你必須要懂得如何去解析Json 如果你假設不會解析Json的話 欸 很抱歉 因為它給你的 有沒有 如果你假設用Posttest給你的東西 它會是一個Json的檔案 另外 這個回應的話應該也是就是這個 其實這個預覽跟回應 其實是放一樣的東西 只是說它讓你知道原來就是這個 所以你會發現大瓜糊結束 大瓜糊開始 那裡面的話呢 它一樣有KeyValue KeyValue架構等等 其他要什麼 發起人 然後還有時間軸 甚至還有Cookie Cookie的話就會在你的瀏覽器裡面 塞一些資料 放在裡面 所以呢 請各位先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第一個範例 是要抓那個 就是 成交量的前20名的資料 該怎麼抓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除了要想要抓這個之外 我還想要抓那個吧 就是 這個是後來同學問的問題 他就說 老師我每天都想要看個股的一個成交資訊 但是我每次都要連到這邊 我希望呢 我不要不需要連到這邊 我直接可以輸入我要查的 比如說台泥好了 然後呢 輸入台泥之後按查詢 他一樣可以幫我把這個台泥的這個資料 我不要在這邊顯示 我希望能夠在什麼 在Excel顯示 因為每次還要開瀏覽器 然後還要再做這個動作 其實有點麻煩 如果我直接就可以在Excel裡面 把這個表格直接帶過來的話 那該怎麼做 其實也是一樣 你們可以觀察一下 同樣的道理 按右鍵 檢查 然後去看一下 到底他這個地方背後怎麼做的 所以你會發現 一樣是網路 然後看一下裡面 當然如果裡面本來有 有錄一些東西 你可以把它清掉 這邊有個清除 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不用清除 然後你就輸入那個 你要的那個代號 股票代號 然後按查詢 不過你會發現 你假如有動一些動作 那這邊就有一些 一個動作 這個是什麼 他背後好像有 背後傳一些東西 JavaScript 所以你可以把它清掉 如果這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把它清掉 然後重來 按查詢 那你一樣可以看到 這個背後的話 這 城市就是這個名稱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這個 城市名稱的話 其實你可以切到標頭裡面 就這個名稱 OK 然後他傳的什麼 Exposed 然後傳的什麼東西呢 就是這些東西 那總共有幾個呢 總共就是會有三個參數 包括Respond 冒號Jason 所以呢 他丟回來的東西 Respond 就是丟回來的東西 欸 也是一個Jason 所以這邊的話 你會發現 現在好像 爬蟲 他的那個難度越來越高了 因為他給你的 就不是網頁 而是一個Jason檔 然後呢 還有什麼呢 日期 還有他的那個 就是 股票代號 另外當然你可以從預覽 預覽 預覽 或者是回應 回應就是這一串 就是他給你的Jason 那如果你要把這個Jason 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 Excel裡面的一個表格的話 那該怎麼做 OK 所以請各位先稍微看一下 這個範例 那待會我們再看一下 欸 這個地方怎麼解 其實難度也會相對比較高 不過 用的方式 用的技術 基本上就主要是 跟前面其實蠻類似的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好